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在不同的国家它们都是怎么做的呢 像新加坡两间米其林餐厅在政府实施阻断措施后 为负担高额的租金及人事成本的情况下 做了多管级下的转型求生计划 第一间米其林餐厅它们提供自家的招牌菜 还有预先准备的家庭套餐 帮助消费者在家中也能重现餐厅的用餐体验 不仅是外送外卖 更有一种主厨到你家的体验 另一间米其林餐厅则与Tough Time Tickets往下合作 以预售餐券的形式 每家门票均以优惠的价格 提供主厨的新创英式料理菜单中的组合 并且在购买之日期一年内有效 两者皆是在确保多元且强劲的收入来源 新加坡的张仪机场在疫情期间同样面临机场空荡荡 根本没有客人 因此他们善用闲置的空间 并看传2020年底长达一个月学校假期出游的本地家庭客群 把机场打造成大型的游乐场 不仅在航站外 向下在客区变身成大人小孩都可以下场比赛的卡丁车赛车道 航站内还有多个恐龙主题的游乐区 如重启城堡、人造冰城等 另外与机场购购的综合性商场内甚至推出 Glamping奢华露营 露营区所在的商场本身就有多个可看可玩的景点 比如说高达40米室内最大室内瀑布 以及围绕在瀑布外大型室内景观园林森林谷 还有位在五楼的星空花园 有小孩子最爱的巨型弹跳天空之网 奇幻滑梯、镜子迷宫等 让旅客不止到机场睡一晚 还能晚上大半天 再来看到美国 由于疫情期间很多游乐场暂停营业 因此有业者想到将1930到1960年代 相当盛行的汽车戏院跟游乐场结合 汽车戏院也就是一座停车场 游客能开着自己的车入场 坐在车上观想由超大荧幕播放的电影 并且可以使用车上的收音机收听电影音效 游乐场的经理说 人们会来是因为他们想寻回所谓正常生活的平凡感 一个几乎已成过去的产业 在疫情人心惶惶的时刻 暂时获得重生 在日本 日本政府推广在度假地边工作边休假的workation 由work工作加上vacation休假组成 在日本被定义为远距工作的一种 想借由这种方式延长旅人在当地停留观光的时间 像日本奢华连锁度假饭店 红系诺雅 就在旗下东京 京都 富士 清景泽 足复岛 冲绳等六地旅馆 推出各有特色的工作度假体验 你可以在工作的空挡之余 抬头遥望富士山 那看完以上非常有创意的案例 是不是有发现说 其实在疫情之下 有很多我们过去没有体验过的方式 其实可以试试看 因为毕竟空间是死的 但是人是活的 所以相信只要在安全的情况下 稍微去做一些调整 也可以开发出意想不到的结果 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以时间分享给你哦